不不疯完,却不忘照顾波妞,修杰凯满言宠溺,贾静雯一脸幸福。 本期妈妈是超人,贾静雯修杰凯加可爱的步步迎来了新朋友,虽然和小伙伴在家里上演了一些小矛盾,但到了游乐场两个好朋友却又玩得十分欢乐。 尤其是步步,迫不及待地从家里到了室内游乐场玩,且大概是很久没有到儿童专属游乐区玩耍了,步步一到目的地就开始疯完。 各种滑梯,双杠,滚筒,攀爬,儿童娱乐项目多多,步步撒开腿一路小跑地来回穿梭在各个游乐项目区,可以看出他真的很幸福,终于玩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些游戏和体验。 玩了一会之后,步步想起了自己的妹妹贝欧妞,立刻停下玩耍的节奏,开始全场找贝欧妞,看得出步步很着急,想要一秒钟找到妹妹。 而此时贝欧妞正在独自玩耍中,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里。 找到妹妹的步步,开心地奔向贝欧妞,而步步急着找妹妹的原因,竟然是想要给贝欧妞找好玩的玩具。 只见步步拿了一个球球递给妹妹,想要让他演玩耍,小姐妹分享快乐的玩具。 步步步不善于表达,但她的行为已经说明了对妹妹的爱。 贾静雯在一旁轻声细语地对贝欧妞说着姐姐的爱,而一旁的修姐凯则是满眼宠溺地看着眼前的三个最爱的人,眼神里都是幸福的颜色。 步步步拿了玩具,还不舍得妹妹,临走时有大力地亲了贝欧妞一口,这个画面真的太有爱了,贾静雯看着眼前的景象,内心相当欣慰啊。 给贝欧妞找到了玩具球,又亲了贝欧妞之后,步步这才放心地离开,继续去玩自己的游戏,又像一只可爱的小鹿一样欢快。 从步步的这一个小细节不难看出,她真的很爱贝欧妞,大家还记得上次步步嘴巴磕到流血时,贝欧妞也是急得快哭了大喊大叫,虽然不会说话但是网友都看出她其实着急自己的姐姐。 而身为姐姐的步步,也是时刻关心B.O.妞的情况。 你看到了游戏区,虽然是步步最喜欢的游乐项目,但在疯完的时刻,她仍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妹妹,照顾她也关爱妹妹。 这都是身为贾静文和修杰凯的功劳,两人一直教育步步要好好照顾妹妹。 其实贾静文和修杰凯不光让步步学会照顾妹妹,还一直在传递给B.O.妞要懂得姐姐的爱和付出。 每一次步步照顾B.O.妞,贾静文都会在B.O.妞耳耳边轻声说着步步写节的爱和关怀,这种双面教育的用心,真的太值得点赞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